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前面一项如何辨识假新闻假讯息很重要 来 我都还没说举手你就举手 电影电视制片人施博全担任讲师 来到东兴国小推广媒体试读课程 参加了同学踊跃发言和讲师互动 这是基隆市政府和中家宽平吉隆 共同举办的媒体试读推广课程 引导小朋友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能够建立正确的媒体试读观念 当你没有办法取得这个答案的时候 其实一样保持不传递不转发 不对别人说 要先去网路上查证 看是不是真实的 然后千万不要随便就转发 就是学到了一些如何辨别假新闻 先怀疑然后查证 然后不要转发 因为有可能会触及到法律的责任 除了学习媒体试读 施博全老师也传授拍照和拍影片的技巧 让同学们开启不同的视野 然后跟一些拍摄的手法 也知道就是一部电影 需要那么多人来努力才有办法完成 帮妈妈拍照的时候 然后从下面往上拍 因为他说这样的垂残变得比较长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我们基隆的东信国小 那学校的小朋友是我 这几次以来我觉得 东信国小小小朋友是最有自信 然后最能表达这个自己想法的一所 一所学校 那学生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学校的这个教育很有关系 因为学生的反应跟学生听 还有理解的能力都很好 那我本来还担心说 美理事读这一门课程 对小朋友来讲会有点艰深有点难 但我觉得今天过后我觉得不太一样 真的是让我觉得 小朋友的这个平常的学习过程当中 老师们应该花了很多的心思 那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提早的去了解 去辨别所谓的真假消息的确实性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要宣导 让小朋友知道说 不管是真消息或假消息 在你没有确认之前 都不要有转发的这个动作 以免造成别人的伤害 跟自己的困扰 那这个是媒体事读 我们最重要要传达的一个讯息 那也希望可以在更多的学校 来跟大家分享媒体事读这个课程 首先非常感谢吉隆新闻 今天特地播控 来我们东信国小 为我们六年级小朋友 进行媒体试读的课程 那在现在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 社会上充满了真实以及虚假 那我们现在小朋友 在接受这么多讯息的同时 如何能够正确地去分辨 并且能够未来能够正确地运用媒体能力 去结合科技 适应未来的挑战 这个都是我们目前小朋友 急需具备的能力 那在此感谢我们吉隆新闻 为我们小朋友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课程 东信国小认诞 通过产官学携手合作 将媒体试读的观念向下搭根 期许每位同学都能够学会 分辨真假讯息 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来因应数位时代的各项挑战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